小蝴蝶遇险记 春天来了 毛毛虫在蛹里面睡醒 变成一只美丽的小蝴蝶 你们好啊 我是小蝴蝶啊 小蝴蝶你好 小蝴蝶好兴奋 这儿去 那儿去 到处采花蜜 嗯 那些花蜜好好味啊 咦 这座是什么山呢 小蝴蝶 你千万不要去这座山啊 为什么啊 总之你就不要去了 但是小蝴蝶忍不住好奇心 飞了上山啊 哇 这儿好多花 好美啊 突然 一阵大霸飘过来 吓到小蝴蝶乱飞 墓里面 有一个黑影 原来 有一只麻雀 想吃小蝴蝶啊 救命啊 好彩 小蜜蜂赶来 吓走麻雀 但是 小蝴蝶 就不小心 跌低了 还 弄伤了 对翼 于是 小蜜蜂 将受了伤的 小蝴蝶 送回家 过了几日 小蝴蝶好番 他去多谢小蜜蜂哦 小蝴蝶 不用客气 今天是我们的蜂蜜大会 你都来呀 好啊 好好味啊 小蜜蜂 又请小蝴蝶 吃黄金蜂蜜 但是 当小蜜蜂 打开了个盖 咦 那些蜂蜜呢 小朋友 你们猜猜 那些蜂蜜 去了哪 原来 喂食的小蝴 拿了那些蜂蜜 去吃啊